而且被罵了 今天還在出來講 對我我覺得 我真的建議所有的媒體 尤其電視台 你就把SNG車架在吳思淮辦公室門口 一天問他三次 我跟你講一定有梗 絕對有梗 你是跟郭文貴有仇嗎 沒有我沒有仇 我自己提名的怪誰啊 絕對有梗 王定宇才輕鬆一下 吳思淮換辦公室 對啊 所以不會騷擾到王定宇 他搬走了 他不到國家都未還 委員會是不是 你看你一講小平嚇神這樣 你這個節骨眼 你去講這個話幹什麼 就人民該不該感謝國民黨 不是由國民黨的人自己來講 對 因為你如果做得很好 大家看在眼裡 就覺得國民黨這表現 真的還不錯 有幫忙 大家就謝謝你 本來想感謝看到吳思淮都不謝 對啊 你一天到晚出來邀功在討拍 那你覺得這樣對國民黨 真的比較加分嗎 陳時中有跟大家講說 我不眠不休 你們要謝謝我 有這樣嗎 沒有啊 是因為其實他他他根本 從頭到尾沒講過 是大家看到他哭了之後 才去才有人去查說他前面的行程才發現 哇二十幾個小時沒睡覺 而且大家看到他眼睛變更小了 對大家自己發現的 所以所以這其實你你如果 眼睛真不開了 自己出來討拍的話 最後最後得到效果就是 是的確很多人拍你拍太用力 變成打不是拍 所以我覺得吳思淮 國民黨現在到底 因為他現在是立委嘛 到底說總召林維州 應該可以約束一下吧 總召自己都講什麼了 政府有辦法的話 還需要徐振文來幫忙嗎 總召也出錯 然後然後蔣萬安也趕快把那個 趕快他們後來還是 那個我剛才講那個是林維州要開 對蔣萬安出來用他的用他的印章 對主持人叫做林維州 人家在防疫你調二十幾個部會來開公聽會 立法院還沒開議 委員會還沒組成 開什麼公聽會 所以總算他也從善如流就暫時延緩了啦 就暫時延期 因為網友在罵你在刷存在感 對所以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這一波 其實我跟你講政黨的加分跟扣分 都不是單一事件 他是長期累積的 我覺得國民黨最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你竟然恢復傅崑奇的黨籍 吳敦義馬英九兩位黨主席都不敢 那你覺得這個時候恢復傅崑奇的黨籍 對國民黨是加分嗎 所以你說徐振文停權之後 可能疫情過了就恢復了 對啊那國民黨也沒跟我們講 他停權理由是什麼 因為幫助臺商返台嗎 那停權理由是什麼 還是游損黨域 游損黨域是不是 那游損黨域的事情 是因為幫助臺商返台嗎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有時候 在處理事情起來 有點感覺有點莫名其妙 我是我是贊成 我覺得國民黨要好 民進黨才會好 因為你如果沒有人去監督執政黨 執政黨久了之後也會出 也會出狀況的 國民黨要好民進黨才會好 那如果國民黨不好 民進黨也會不好 那是便宜了誰呢 便宜了柯文哲 因為人民會覺得兩黨一樣爛 那我就支持民眾黨 那也不是講民眾黨不好 但是到現在 我們還沒有看到他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 我也真的很誠懇的呼籲 中國國民黨 比較盡重的啦 輸沒關係 可是你們這一波 從這個疫情開始 前面幾天 我覺得還不錯 就至少都還蠻安靜 到後來開始去打那個口罩 所以就開始招驚了嘛 你去打那個口罩幹什麼 就開始招驚了嘛 所以現在還來得及 因為這個疫情看起來以中國 目前看起來 封了五十五做成兩個省 大概三億人口是處於被封鎖的境況 中國疫情大概沒有那麼快結束 那接下來後面還要面對很多 臺灣產業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各種產業可能受到影響問題 這些都需要大家團結起來一起作戰 才打得贏這場防疫的戰爭 國民黨說你們都罵我是不是 那這二次包機我不射入了 我通通都不管了 你怎麼看 小孩子嘛 你先告訴我你原來管什麼 然後再來說 我現在在地上撒賴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這不是在演那個賣炸雞的廣告 我是講真的 剛才年王講到國民黨 我一直想說 國民黨的到底有沒有一個指揮體系 王玉銘那邊才發現事情大條 趕快切割 徐正雲跟我沒關係 以後我們不管 這時候吳思雯站起來說 請你們跟我們說謝謝 對 你不要肯定我們 人家在甩鼻涕甩不掉了 你還出來說跟我說謝謝 你看不出他有個指揮體系 我以那個公聽會來講 我們自己像我們自己 最近這段時間 我都不隨便去跟各部會調資料 因為各部會都在忙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忙的程度 從基層到部長級的 大家希望把這個防疫守好 不管是國防部 不管是衛福部都在忙 那個公聽會來講 我們自己像我們自己 最近這段時間 我都不隨便去跟各部會調資料 因為各部會都在忙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忙的程度 從基層到部長級的 大家希望把這個防疫守好 不管是國防部 不管是衛福部都在忙 然後我們立法院也知道我們一開議 第一個議程就總質詢 院長部長都在那邊備詢 所以我們有刻意社會也可以接受 我們慢一點開議 讓院長部長多花點時間在防疫上 你怎麼去發個通知說 來來來來我們來開公聽會 二十多個部會通通來 然後開三個小時要幹嘛 要推一個什麼條例 抗這個武安肺炎的條例 都還沒有開議也沒有組委員會 你這公聽會也不是法定程序 那也就是說 當他在評估這個事情的時候 只注意到國民黨要有存在感 沒有注意到這社會需要什麼嘛 就像包機不是壞事 包機讓人家生氣是 你讓那個生病的沒上飛機 你讓那些該回來沒回來 就弄了一堆陸沛回來 然後弄了一堆有特權的回來 陸沛也不是不能回來 你放了三四十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籍的 我們的人咧 這都跑不見了 所以大家在棄這個事情 對 所以因為棄這個事情 回過頭來看 那你在野黨本來可以得分了 你就不見了嘛 我覺得如果這個事情我們如果做下來 陸委會右手邊 國民黨跟中國比較有關係的 左手邊國內的防疫專家 他坐下來談 你們去幫忙接洽 我們來配合 我們把他做得穩盪 一個成熟穩重的在野黨才有機會執政 可是國民黨現在呈現的是 他沒有一個黨 比方說剛才講傅昏期 傅昏期恢復黨籍 馬英九辦公室前發言人徐曉欣先開炮 接下來換誰開炮 江啟成要選主席說 這個要好好說明 對 你這個代理黨主席 在處理傅昏期恢復黨籍 基本上你沒有那個權 你只是辦選務 結果候選人的黨主席說 這個要說明 前總統辦公室發言人說不能接受 你不是沒台不 一末節一招牽自己 傅昏期 小富有差你這兩天啊 你不能等主席選出來再處理嗎 還非得要趁亂嗎 你在呈現什麼事情 主席選出來就不處理 對 除非… 拜託